很多華爾民眾都非常期盼 這是關於美國移民的 臨時豁免的規則 在今天已經上路了 不過由於這項規定 是說申請者可以入境的時間 是不受限制的 因此可以避免家人 需在境外調整身份 而造成的一種分離 而紐約的亞洲人品等會 特地就舉辦了講座 為移民朋友解釋相關的任何問題 每一次政府有公佈 新的一些豁免規則的時候 難免在社區上 都有一些以而傳聞 錯誤的一些資訊 所以我們就想邀請 公正資深的律師 來給大家講解清楚 一些正確的訊息 希望在這種環境下 可以幫助大家更理解 新公佈的法案 亞洲人品等會 就請來了專業的資深律師 為亞裔移民針對該如何申請 還有需要符合什麼樣的條件 等等多項複雜的申請手續問題 做詳細的解說 為了自身還有親友的權益 現場的民眾都很專注地做筆記 甚至舉手發問 就是希望不會再被非法拘留的 限制所苦 互動的 形式 互動的